Hello 首先呢 非常的感谢大家 为和我接这个机缘 来到这里呢 我们都是来 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来相互交流 我呢可以说在 在这个就是 自然医学 自然医学本身来讲的话 听起来好像 比较大家都不熟悉 但是自然医学原理 你要谈原理 凭什么谈原理 那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那么 所以自然医学原理 本身它就是一个医学 体系 那么这个医学体系 它必然它要包含的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医学体系 本身的基本的 概念是什么 基本概念里相互 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什么 这个基本关系 所建立起来的 逻辑体系是什么 这样才撑得起一个 完整的一个独立的 一个医学体系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这就牵涉到一个七点的问题 现在什么七点呢 就是中医学的理论 由中医学的理论的七点 和它的逻辑构架 西医学由西医学的七点 和它的逻辑构架 那么你自然医学的七点 和它的逻辑构架 在哪里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先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什么呢 就是中医学 你看我们 我们在了解自然医学原理之前 我们现在大概的 在认识论上 说一个医学的体系 它怎么建立起来的 你看我们看 我们大概中医学的 这个 基本原理 它的这本书的时候 开篇是阴阳论 气化论 然后是五行论 根据五行 配五道 根据五道六股配十二行论 所以呢 它的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逻辑系列 什么 是阴阳 气化 五行论 然后 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 基本关系 来进行逻辑上的一个推移 建立了整个的一个完整的 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 我们就看到了 它既然 中医学 它是建立在阴阳 气化五行 在这上面 也就是说 中医学的理论的实质 它是一个哲学理论的框架 所以它用的基本的概念 也都是些哲学概念比较多 比方说 阴阳啊 气啊 虚实啊 寒热啊 表里啊 诶 这些东西实际上 它都是一些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的概念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老鼓动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在两三千年前 大量的中国人的实践 在医疗实践工程里面 有大量的 就是累积了大量的医疗的实践 那么这些医疗实践 怎么把它理论化 把它提存 把它形成一个医学理论 来指导医学实践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老鼓动用的是哲学这个工序 来总结在医疗实践工程里面 医学方面 或者人本身 它的一个规律性 是建立了整个的医学理论体系 但是这样一个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到现在 发展到现在 我们知道 我们对中医学的要求就高了一些 这A 你别说 这是对微观层次的一些了解啊 对身体解包系统学的了解啊 在这一方面 由于中医学受到当时的历史时代的发展 受到限制 所以 需要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新学 它的建立 建立在两个基本概念上面 第一个概念就是细胞学 由于细胞学的建立 西医学向众生发展 向微观层面发展 到了分子层面 基因层面 它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解剖学 通过解剖而建立了身体的九大系统 什么运动系统 软强系统 运动系统 神经系统啊等等 教化系统等等等等的 建立就要想 所以 这个是西方医学 它所建立这个灵体系 它的基本构架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讲自然医学 自然医学 自然医学与中医有什么不一样 自然医学与西医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一样 如果一样 如果自然医学和中医一样 还有中医学 那你还应该起个名字干什么 自然医学和西医一样 那还应该起个名字干什么 所以现在呢 在自然医学这个领域里边 为什么现在人们纷纷的提到了 自然疗法和自然医学这个问题 自然疗法和自然医学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里边呢 就牵涉到现在我们所处在这个时代 它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都知道 现在出于一种什么 叫做健康危机 这个健康危机 主要表现在内源性疾病方面 我们知道 我们来的朋友呢 都是一些专家 这一方面的专家 在疾病 我们有疾病谱 就是疾病谱分了两大例 叫做外原性疾病和内原性疾病 外原性疾病 我们知道 你看这个字就知道 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使外在的因素而引起来的 比方说 参染病 病毒细菌的感染 微生物 吸血同 吸血同病 等等 那些微生物 所导致了集体的疾病 那么在二十世纪 中叶以前 整个地这个世界 所人们所面临的健康问题 疾病问题 主要的矛盾 是外原性疾病 就是恶性传染病 当时在欧洲 一场恶性传染病 有几百万人死掉 少折几千人 几万人 多了百万人死掉 所以外原性疾病 在那个当时 是威胁人力健康的主要矛盾 西方医学 发明了糖尘素 和疫苗 有效的解决了 慢性疾病 所以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 恶性传染病 被抑制住了 什么 天花啦 利吉啦 什么 马峰病啦 基本上 被完全的控制住 所以这是西方医学 对人类健康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也奠定了西方医学 在医学领域里面的一个主要地位 好 进入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 由于二战以后 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整个的社会经济发展了 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疾病图也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 危害人们健康的主要的问题 是内源性疾病 内源性疾病 就是上升的主要矛盾 具体讲 内源性疾病 在现在来讲的话 它排在死亡率和发病率前四位的 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排阵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病苦 就变成内源性疾病 这是一个主要矛盾 好 内源性疾病 就我们现在的医疾体系来看 对内源性疾病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那癌症这个问题 癌症迅速的在增长 每年发病率在增长 因为我只有十几年 重点数在做癌症 而且癌症现在发展的趋势 两个趋势 第一年轻化 二三十岁的癌症 比一比皆是 第二 癌症 它的发生 在一个家庭里面 叫做多成元化 在一个家庭里面 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三个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去年到马来西亚 竟然一个家庭 十五口人 有六个人的癌症 而且得了癌症以后 真的是 人才养工架破了吗 这是一场灾难 但是你看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医学 不断的在研究 不断的在发展 为什么对内缘性疾病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它就是我要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 那么在这里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三十年的一个思考 我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就是这个宇宙 这个自然界 究竟有什么基本因素构成的 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图景 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图景 那么在 回答这个问题 主要是自然哲学 这一文学者 它研究自然界 它的最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要素 和它们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 那在现有的自然哲学里边 它引入了四个基本量 这四个基本量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 能量 时间 空间 这四个基本量 这四个基本量 就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四个基石 而建立起来了 现代的自然科学大厂 首先是物理学和化学 那物理学和化学 整个的自然学的量 它引入的 其物理量和化学量 都是从这四个量里面推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四个基本量 物质 能量 时间空间 它是基本的 剩下的都是可以用它们之间 用这四个量来描述 好 那么建立着这样一个自然科学的大厂 自然科学的理论系统 这是人力文明的一大进步 用这样一个理论的体系 来解释客观的世界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航天飞机到月球圈 在各个领域里面 包括电脑啊 电磁机啊 汽车啊 说在日常生活里面 现代的科技也给我们带了虚取多多的方便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都可以用工具来电提 电话就是我们耳朵的验身 我们现在有了万里耳 电磁是我们眼睛的验身 我们有了万里眼 飞机就是我们腿的验身 所以我们可以跨过太平洋 所以这些科技的东西都带来了虚取多多的方便 但是 现代人们 他所面临的一个 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 好像是我们在物质生活层面 生活水平 生活的品质不断的在提高 但是 人们所面临的健康问题 却是明明下降 不管在意识 心理 生理 这几个方面都在下风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要再领过 我有三个人做 基本都在高科技园区里面 这些电脑工程师的确薪水很高 他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每年薪水都涨 也就是说 他慢点胖 年年在improve 但是他的健康大套 年年在往下走 上下分离 结果是什么 全流人行 人到天堂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 这是一个危机 有什么好办法 你看 刚才讲了 科技这么滑达 建立着整个科学的体系 但是我们仔细的剖析 却发现 原来啊 自然科学 它的成就 都出现在非生命系统里面 现在我们可以造一个飞船 飞到月球上 但是造不出一个小小的蚂蚁 也就是说 现在的自然医学的这个理论框架 它在解释生命系统这个领域里面 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物质能量层面 即使我们现在的研究 已经把分子原子搞得非常的清楚了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用分子原子来描述生命 也不能把生命归属于一类分子的运动 这就是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就是说 到现在彼此 我们的自然科学 我们的生物学 无法定义生命是什么 定义不出来究竟生命是什么 通过物质能量时空这样四个元素 你怎么定义 好像都没有符合到生命的本质 都好像没有 不对 这是长期困扰生物 生物学和自然科学 这个之间 这个之间好像是就有一道功课 长期困扰的科学家 所以现在医学所面对危机 说到底它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是对生命没有从本质上认识 所以病是谁的病 是人的病 是生命问题 生命系统的问题 对生命系统没有本质的认识 所以对疾病它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就是说认识的不彻底 不是本质 为什么现在西方医学对解决外悦性的疾病 它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对内悦性疾病 它却束手不扯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这个内在的矛盾 它发生了变化 外在的矛盾 用外在的手段来解决 是对的 内在的矛盾 你还用外在的手段来解决 它用 match 打个比方讲 家里来的小偷 小偷是从外面来的 打个电话给警察 警察的power是从外面来的 把小偷抓起来了 问题解决了 今天儿子不愿意去上学 自家问题 你还打电话叫警察来 叫警察把他抓到学校 学习的问题他也解决了 这就是内在的问题 用外在的手段来解决 解决不了 我们现在的内人性疾病就是这样 是自身系统出的问题 你还用外在的干预 控制的手段来解决 它就不能够解决 怎么办 那还得靠你生命自身本身的一个律 它来解决 也就是说 我们所生的病 包括癌症 是自然之病 自然之难题 必须用自然之方法 之原理之律 来解决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好 那么在这里头画 我这本书呢 大概就从这个思路 先谈 生命到底是什么 好 这本书里边 分了三篇 三篇 这个第三篇 为什么要拿到前面来讲 第三篇讲的是 自然哲学的理论 讲生命的原理 它本来是放在第一篇 但是它太抽象 它有点专业化 所以对大多数的读者来讲 读起来有点困难 有点抽象 有点太枯燥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 后面去了 便于选读 但是今天在这里 我和大家见面 我就可以把它 用讲解的形式 来帮助大家理解 理解的生命是什么 你就知道自然医学是什么 什么叫自然医学 你就知道了 自然医学的理论的框架是什么 自然医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然后 最后一篇讲什么呢 就是自然医学 用自然医学的理念 在解决癌症方面的一些 新的思路 好 在每一篇里边 这一小小的一本书啊 这次翻了三篇 每一篇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课题 这一本书的目的 就是抛砖移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庞大的 第三医学理论体系 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 我只做了一部分工作 是吧 把基石和框架立起来 大量的展开 需要我们的通道 一起来弄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赋予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健康的临机 也就意味着 医学变革时期的到来 所以这一场医学变革 是势在必行 必然从二十世纪的疾病医学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预防医学 也就是说 我在这本书的开篇里面 有一篇叫做健康宣言 里面说得很清楚 现在人们普遍的要求是什么 不能病也病不起 怎么样才能不能病 首先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好 那在这个第三篇里面 因为我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展开来讲 那我就挑了一些重点的 非常比较不容易懂的一些点 然后来把它阐释一下 这样回过头来 大家再看书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这一篇没看懂也没关系 后边我就接着讲后边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但是这一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一个全新的思想 OK 那么在这一篇第三篇里面呢 叫做自然哲学中的生命原理 那我们从自然哲学里面看 生命到底它的规律是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什么呢 就是这个 属性信息 属性信息的引入 属性信息的引入 就确定了物质、能量、信息、时间、空间 自然哲学新构架 刚才我说了 现在自然哲学里面 它只有四个量 物质、能量、时间、空间 它没有信息这样的概念 正是没有信息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最终 它就把用物质和能量的层面来解释生命 它就总是觉得很勉强 现在虽然从物质层面 说把它归为一律的分子的运动 不行怎么办呢 就说生命是波 生命是振动 生命是波 生命是场 这些解释也都非常的坚强 好 今天我们把信息的概念引进了以后 属性信息的概念引进了以后 我们再看生命 到底生命的本质是物质呢 是能量呢 还是信息 那么第二个光点呢 是编码 信息编码 把信息这样的概念编码以后 哇 那就是李旺华林玉春 可以看到原来整个的进化的过程 都是信息在进化 生命与分生命的区别 也就区别在它的编码上 非生命系统它也有信息 但是它是非编码信息 所以这是一个了解 第三个信息与还原论 我们还原论啊 分解与还原论 到底生命 集体可不可以分解还原 西方医学用的是分解还原的思想 我要找到细胞 我要找到分子 我要找到基因 找到了这些根本的 基本的单位 然后重新把它组合回来 我就把整个的生命搞清楚了 但是我们引入了 信息的概念以后 就发现原来 凡是含有信息资源的系统 不能被分解 所以这个就是 把长期以来 整体论 以分解还原论的斗争 把它结束了 明确的就知道 什么样的系统可以分解 可以还原 什么样的系统不能分解 不能还原 好 信息的豪赞理论 我们现在对硬体的结构 描述的很清楚 解剖系统 描述的很清楚 骨骼啊 软组织啊 神经啊 骨髒六腑 而且有微观的这些层面的东西 都可以听懂 那么这里面谈的生命的豪赞 是指的 生命不仅仅有硬体 它还有原体 引入了信息的变定以后 就发现 原来啊 在操纵这个硬体的背后 还有东西 在操纵这个 在物质能量的背后 原来还有东西 所以 生命这个机体 硬体是它的工具 在它的背后 它有一套软体在操控着它 这就是豪赞理论 信息豪赞 它的本质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信息与资源 在决定的生命 所以这是豪赞理论 还有当年信息进化 我们用信息 引入信息的概念以后 我们就发现 原来的进化的本质 不是物质不是能量 是信息 等一下 我们慢慢的来看 然后信息与意识 这套理论 不仅对生命可以定义了 而且可以定义意识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生物学 对生命不能定义 对意识更不能定义 而我们现在可以用 属性信息的这个层面 来定义生命 来定义意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 意识的深度与广度 与什么有关系 怎么样加深意识的深度 怎么样 拖开意识的广度 好 然后 比起生物学三个基本原理 就是生命的三大基本原理 这些东西都是全新的 好 那么这些全新的东西 我大概 是 能够点到为止 我就走一遍 先讲 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的自然的哲学 我们的自然的哲学 在利用的自然的哲学中 通过引入了物质能量实行空间 之四个基本概念 成功的解释了物体世界的运动规律 但是 在解释生物世界运动的规律时 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这是因为 在物理世界当中 所描述的系统都是非生命系统 因此 信息的概念并不重要 而在生物世界中 每一个有机体 都是一个完全由内部信息 指导下的生命系统 这个时候 没有信息概念就 啊 这个时 信息的概念 一定是决定性的 没有信息的概念的参与 就无法和本质上 完整的深刻的描述生物世界的规律 这就是说 信息这个概念的 重量性和自然哲学里面 四个和五个量 它的根本的差异在哪里 现在的自然科学 它的解释非生命科学非常成功 但是解释生命不行 由于差的一个信息这样的概念 原因就在任何一个生物有机体 它都是由内部信息操控的结果 所以没有信息的概念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本质上来描述它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 我们引入信息这样的另一处信息 信息我们大家都知道 二十世纪是信息时代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所累解的信息 它的深度不够 不够彻底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信息时代 只能把信息看作是信号 在这里定义了属性信息 属性两个字 就是说从物质的属性方面来看信息 咱们再定义一看呢 事物运动时其内在的规定性与外在的特征性的总和 我们称之为属性信息 内在的规定性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事物的运动 它有它的内在的规定性 这叫律 比方说牛顿第二定律 比方说牛顿第二定律 说这个Sigma F 这个力 它有什么用关系呢 就是这个加速度 也就是说一个 一个运动的物体 它的速度的变化量 与它受到的合力成这个比 与它本身的质量重拌比 这样一个数学符号 是表示了动力学的一个运动的规律 这个律 就是它的内在的规定性 所有动的物体 它的速度的变化 一定是遵循的这样一个规律 这叫内在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 它的运动 它都一定是遵循的它内在的规定性 好 这个内在的规定性 和外在的特别性 形状啊 大小啊 颜色啊 气氛啊 形态啊 这是外在的规定性 这些东西 都叫我信息 是物性本身决定的 好 从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下一个决论 下一个论断 是什么呢 在自然界中 任何事物都必定存在 代表 多种形态上的物质属性 多种形式上的能量属性 多种层次上的信息属性 好了你看 物质属性能量属性 信息属性 这是什么 这是任何一个事物 固有的 三大属性 是不可分割的 三性一体 什么意思 你说 任何事物 它必定有它的物质属性 它的物质含量是什么 多少 密度 质量 它必定有它的能量属性 它的运动能力的大小 它能做多少规 相互作用的能力有多大 它的能量属性 信息属性 它必定存在在它自身的内在的一个 规定性和它外在的一个特征性 好 那么这就是说它固有的 反正是事物 你必然存在 就是把属性信息变成了一个物质 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信息 而不是普通的信号 可科技里面的信息是完全极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 这里需要定义一下 好 那么属性信息我们定义了 大家知道了以后 定义它之后 就把它引到在哪里来 引到了自然哲学 它变成了第五个最基本的概念 它变成了这个新的生命科学大萨的一个基石之一 所以在生命科学里面有五个基石 物质 能量 信息 时间 空间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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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